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坐标系的视角 就是用户自定义坐标系 就是如果机器人前面有个工作台 然后你所有的工作都在工作台上来完成 然后你就可以在工作台上选一个点 作为一个参考点 那么这个点作为圆点 然后方向你定一下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工件坐标 就是用户自定义坐标系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建呢 也是要建一个变量来存这个坐标系 要建一个变量 然后坐标系变量 自定义坐标系也是作为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它的视角方式是有这样三种 一种是有元点三点法 无元点三点法和一点法 有元点三点法 第一个点是坐标 视角哪三个点呢 第一个点圆点 就是这是一个工作台面 你想要定义这样一个往这儿是X 往这儿是Y 往这儿是Z 你这个地方作为圆点 你想这样定义一个坐标系的话 你视角三个点 第一个点圆点 然后第二点 其中一个轴上的点 你看看哪个轴好方便 方便视角 比如说它X轴方便视角 我就在X方向上找一个点 作为第二个点 然后是平面上的一个点 你既然X方向找好了 那么那个平面肯定是XY面或XZ面 你看XY面方面视角 还是XZ面方面视角 那它这是XY面方面视角 那么它第三个点就找了XY面上的一个点 就这三个点就能确定这个坐标系 这个清楚吗 可以的 然后五元点三点法 是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比如说你这个桌角 是不是这种垂直的 就是倒角或圆角的那种情况下的话 你这个圆点不好 不好视角了 那么你就可以用五元点三点法 视角哪三个点呢 其中一个轴上的两个点和其中另外一个轴上的一个点 比如说你X轴方面视角 Z轴方面视角 那么你在X轴视角第一个点和视角第二个点 那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 第一个点连到第二个点 这个连线的方向就作为X轴的正向 然后第三个点 然后是其中另外一个轴上的一个点 是Z轴 比如说它这是Z轴 那就是Z轴上选一个点 然后Z轴选一个点做垂线 垂直于X轴 那么交出来的那个点就是圆点了 交出来那个点X轴知道了 Z轴知道了 那么X轴和Z轴就会有一个XZ面 垂直于XZ面 并且经过那个圆点的那条线就是Y轴 所以X轴Y轴Z轴定了 如果X轴Y轴Z轴定了的话 那么这个坐标系 相对于Z轴坐标系的位置和姿态就定了 那一点法就是与已知的坐标系的姿态 一样仅仅有位置的偏移 这就叫一点法 施轿的这个点 这个一点 这哪一个点 圆点 就是说你如果参考Z轴坐标系 然后用一点法 那么仅仅是 那方向就跟Z轴坐标系的方向一样 也是往这儿是X的 往上是Z 往右是Y 仅仅是坐标圆点 世界坐标系的圆点在哪里 在底座的中心点 但是这个圆点在哪里 在你试架的那个点 工作台面上 工作台面上这一个点 这是一点法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它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你建一个变量 X等建一个变量 X等 走到X等变量这儿 然后也是 坐标系也是全局变量 所以建一个 Global全局变量 变量 点击变量 新建 坐标系工具类型 里边有坐标系 CutRef 就是Cut就是Dcar 意思 Ref就是Reference 就是坐标系的意思 CutRef Dcar坐标系 那 名声是Ref2 点确认 Ref2 它就会有一个 它的出始值 SY000000 你要求就求这个SYZ ABC 还有一个CutRef CutRef 就是你想让它参考 什么坐标系 那这都是初始的值 然后你怎么试驾呢 也是走到X等 这有个坐标系 坐标系 点坐标系 参考坐标系 你想试驾哪个坐标系啊 想试驾Ref2 你刚刚新建的这个Ref2 你想让它参考 Ref2相对于 相对于哪个坐标系 来求值呢 一般我们相对于 世界坐标系 求它的值 也可以选择 已有的其他的坐标系 对 也可以选择Ref1 Ref0 就是已经有的 其他的 自定义的坐标系 可以的 然后下边 这两个值的显示 就是TCP相对于 基坐标系的数值 和TCP相对于 参考坐标系的数值 这个基坐标系 就是这个基坐标系 你选的这个 这个参考坐标系 就是这个 你要试驾的这个 一开始它俩值是一样的 因为一开始 这个参考坐标系 是000000嘛 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之后 你看它就有 这三种选择 一种是 三点法 有缘点 三点法 五缘点 和一点法 你看这个界面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工具 default 那我在截这幅图的时候 就是说它没有带工具 来试教 也就是说 它试教出来的 这个坐标系 都是以法兰末端的点 走出来的 如果你实际 带着一个焊枪 用焊枪的末端点 来试教 来试教这些 这些点的话 你一定要加上这个工具 就是走到位置界面 把这个工具选择上 然后这时候 你再一步一步操作 这儿就会有工具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个描述这儿 就会有 首先要试教圆点 然后试教第一个轴上的点 然后试教平面上的点 点击下一步 圆点在哪里 你走到圆点试教 然后点击下一步 那这时候 你就点到机器人 走到圆点 然后点击试教 点击下一步 然后你再选择轴上的一个点 运动到选中轴上的一个点 并试教 点击下一步 那你选择X轴 还是Y轴 还是Z轴 它是正向还是反向 都可以打勾的 然后走到那个点 点击试教 再点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它让你选择面 面上的一个点 并试教 XY面 还是XZ面 正向还是反向 然后点击试教 然后再点下一步 它就会计算出这个值来 计算出这个REF3 相对于这个机座标系 世界座标系的值 你看 视觉 视觉坐标系 相对于机座标系的数据 它就显示在这里边了 点击确认 它就视觉好了 你视觉好了 这个坐标系 你也是想要看一下 你视觉的方向 跟你自己实际定义的方向 是否一致 所以你要走到位置界面 也是要走到位置界面 把点击坐标系切换到 把点击坐标系切换到 RXRYRZ 就是自定义坐标系 然后在自定义坐标系 点击一下 它的X轴方向 看看是不是 跟你定义的 X轴的正向 是一样的 Y轴正向 是不是跟你定义的 Y轴正向 是一样的 我没退出来 然后一个坐标系 选择一个坐标系 我就不是叫坐标系 这里边有参考坐标系 这你看下拉菜单里边 有之前是叫好的 比如说我就选择REF0 REF0没东西 都没东西 我演示一下 首先走到变量这 X等变量 你要新建一个变量 建一个全局变量 Global 再点击变量 点击新建 点坐标系工具类型 点击CutREF 生成名字叫REF4 范围是Global范围 点击确认 它就会有一个XYZ ABC都是000 好 再点X等 点坐标系 点坐标系 然后选择你的REF4 选择你的REF4 那参考坐标系 可以参考到世界坐标系 也可以参考到 其他已有的坐标系 我就参考到世界坐标系 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 它说用三点法有元点 三点法无元点 还是一点法 你看 现在我这个工具是default 是吧 现在我想让它 这个针尖的末端点 作为它视角的这些点 所以我要加上这个工具 加上这个针尖 这个针尖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是T2E 所以你先在位置界面 加上点位置 加上这个工具 加上这个T2E 工具 T2E 加上工具 T2E之后 你会发现 上面这加上了工具 然后你再走到变量 坐标系这重新返回一下 选择REF4 设置 点击设置 你看 现在它就加着工具呢 工具就是T2E 那么它之后记录下的点 都是这个工具的末端点 就是这个针尖 这个针尖记录下的点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它让你走到原点 并视角 然后我们 我们视角一个 视角一个点 视角一个点 作为原点 比如说这个点作为原点 点视角 这时候它记录下的 858.150 999.44 是哪个呢 是这个点 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值 是这个点 这个点作为你的这个 你自己定义了 这个坐标系的原点 点击下一步 它会让你视角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比如说世界坐标系的方向 不是往前是X吗 对吧 在这幅图上是往前是X 往上是Z 往里是Y 那么我现在让它往外是X 往上是Z 往前是Y 就往前X轴方向是Y轴 往我这 是X轴正向 往上是Z轴正向 那么现在我想 X轴方向 X轴方向是哪 就是往Y方向 那么就是原来世界坐标系的 Y轴的负向 所以我点弄坐标系 切换到世界坐标系 然后让它往Y轴的负向 上时呢 往Y轴负向移动一下 这个方向是我X轴的方向 X轴正向方向 然后点击视角 然后再点下一步 它让你是叫XY面 或XZ面 正向反向都可以打勾 嗯 我想让XY面上视角 一个点XY面 比较好好视角 就这个方向是X方向 往前是Y方向 所以我往前来一下 就是往X轴的正向 来一下就可以了 好 点击视角 好 然后再点下一步 它就会算出XYZ ABC的值 XYZABC的值 点击确认 那它就保存一下REF4了 保存上REF4 我们想看一下 我们视角的这个REF4 跟你自己想要的 这个REF4是否是一样的 我们走到位置界面 走到位置界面 然后选择上你的参考坐标系 选成REF4 参考坐标系选成REF4 你会发现 左下将 左边这个地方是原来是空的 现在有个REF4 这个空间原来是空的 现在是REF4 你这儿就是显示 它在当前TCP末端 在REF4 这个坐标系下的值 就现在这个针尖末端 在你视角的 刚刚视角的这个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下的值 那世界坐标系的值 你看你点一下 世界坐标系 最左侧 这个世界坐标系 显示的就是 这个针尖 在这个世界坐标系下的值 在世界坐标系 就是这个底座中心点 作为原点 在这个坐标系下的值 好 那极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 REF4 那我们把点动坐标系 这时候你切换一下 点动坐标系 就会发现有个REF4 那点到REF4 就会发现 右边点动坐标系 变成了RX RY RZ RARB RZ 然后你动一下XYZ 看一下是否跟你视角的方向一样 这时候我如果点动X加的话 它就应该是往Y 就是视角标 就往Y来动 往Y 看一下 上是能X加 对 就应该是往Y 然后Y加就应该是往前 往前 Z加就应该往上 对吧 这是你视角的方向 你视角是这样是X的方向 这样是Y方向 这样是Z方向 就是这个坐标系的视角 那坐标系视角好之后 我们也是要用这个坐标系的 怎么用嘞 我先键程序 首先第一句 我们从规范起见 你肯定是加着工具的 所以要带上这个工具 Tour 然后Tour1 确认 单步 运行它一下 看看Default变成了Tour了吗 是的 然后我想让这个坐标系 新建 就是转移到 不是以世界坐标系来存值了 而是以 现在我定义的这个Ref4来存值 所以点击设置语句 Ref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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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坐标系系统 点击确认 那Ref4 Ref4 参考到这个坐标系 也是点击保存 也是要单步运行它 单步运行它 你会发现 这里的世界坐标系 RefSys 变成了Ref4 所以我说 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讲这里的世界坐标系 在其他地方都不能更改 只能在程序中来做更改 就是这样子来做更改的 添加一个RefSys 单步运行它 就会把它转移到Ref4 这个坐标系下 那之后你存的这些点 新建P2P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点 新建 比如说Cut 都存成CP点 Cut position CP0 你点击视角 点击OK 你看一下这个值的信息 691 你从值上就能看出来 431 191 你看这个XYZ值 这个值肯定是 这个值一看就 不是相对于 世界坐标系的 世界坐标系 你看这个方向 世界坐标系Z轴 怎么可能会是191 19.1毫米呢 191毫米呢 对吧 肯定要有1000多的 那这个X的方向 也肯定也不止 也不止691毫米吧 所以说这个值 就是参照这个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 刚刚在哪视角 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 它那个线消失了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在 这个值是 在这个坐标系下的值 点击确认 然后也是之后 建的这些LINE语句 什么运动语句 新建的时候 都要建成CP点 CP1 然后也是 你抬头看一眼 是否在你带着的 这个工具 你在的那个坐标系下 视角的这个点 然后也是 这时候你就 点灯一下 然后点击视角 点击OK 点击确认 点击保存 就可以了 它先P2P到CP0 然后走直线 走到CP1 就这样子 这就是坐标系的视角 它的使用跟刚刚的工具一样 也是首先要加上这一句 然后单步运行它 看一下Word有没有变成Ref4 工具是不是带着 你想要的那个工具呢 然后在建这些运动语句 存这个位置类型的时候 都存成CP点